- 嗨! - 嗨! - 嗨!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こんばんは J-Studioです 大家好這也是J-Studio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我個人夢寐以求的機子 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這個 這個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這個就是Sony最近剛新出的 Alpha 7S III 那Sony Alpha 7S 這系列 S系列就是它專門為 拍攝動態影片而出的機種 它現在這個是 所以是第三代 那至於前一代S II 倒是好像是五年前的產品吧 大家其實每年都要期盼說 喔什麼時候三代要出 或是什麼時候 有更好的功能要出 可是就這樣等等等等 等到今年 好像 我個人是感覺它是被逼著出來的 因為 Canon它出了一台 R5 R6 那兩台也非常非常的新鮮 沒有 我當初有想過想要買 可是最後還是選了 S加 沒辦法 因為我現在 目前正在用的就是 Alpha 6500 那Alpha 6500 這一台用了蠻久的 其實 真的不錯用啦 可是 就是 少了一點點什麼什麼功能 直到它出了 Alpha 7的三代 Mk3 三代 那時候我也有想要買 可是呢 就感覺還是 有少了一點點什麼東西 可是 到了這一台 這一台出了之後 我就 決定要買它了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有一個東西 是我一直很想要的 就是 4K60p 只有4K60p 那我買 Xt4就好啦 其實也不是這樣 或者是 我就用 Panasonic的 一些系列 也是有啊 可是呢 現在這一台相機 Alpha 7 S3 它就是 全輔機 可以拍 4K60p 還有 4K120p 那人家會說 4K120p 那 Kano的R5也有啊 R5 是 它是也有 當初它剛出的時候 我也很想買 可是呢 感覺就是 沒有緣分吧 因為它剛出來的時候 它那邊其實是 銀座那邊 有那個實體店 它可以去 試用 然後可是實體店 試用 還要 抽籤 我就覺得莫名其妙還要抽籤 但是我沒有抽到啦 所以 我就覺得可能 沒有緣分吧 而Sony 它發 發表的時候 它也是隔天就是 可以到實體店 銀座那邊的實體店 去試用 那我當然就是 直接現場就跑去了 跑去試用感覺就是 非常的棒 所以就 決定 把我機去清空 然後 就下單了 所以我現在一直在吃土 吃得非常辛苦 但是呢 我覺得 這個算是值得吧 應該啦 應該啦 等我真的沒有錢的時候 我還是得把它賣掉了 你知道嗎 OK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段 開箱影片 來吧 Let's go こんにちは こちらがお届け物ですね はい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お届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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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お願いします お届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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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A7S III 它到底有什麼魅力的 第一個就是4K 120p 第二個就是拍一個影像 什麼10bit啊8bit啊那種 它可以拍到10bit 當我在編輯影像的時候 我有更大的動態範圍可以去運用 那不會說我在影像在調整的調色的過程當中 影像品質變得很差這樣那種感覺 那當然這也是 Alpha 7S III的一個賣點 那還有一個賣點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 翻轉螢幕 翻轉螢幕現在才出 現在才出 到底為什麼現在才要出這個翻轉螢幕 我不懂我真的不懂 OK它之前 從6400 Alpha 6400 就是APS-C 片幅的6400跟6600 6100不知道 6100好像也有 它好不容易出了一個 從下往上翻的螢幕 那是針對APS-C機種的 然後另外像之前的RX系列 RX100系列 它也是有翻轉螢幕 也是由下往上翻 可是它就是不出側翻 可是不管是Canon 或者是Panasonic 它們全部都出過側翻了 或是富士 富士有沒有 我不知道 這一次它終於出了一個側翻螢幕 這對於自拍的時候是非常的方便 另外第三個它的夜拍能力非常的強 像我用6500在拍S-Log3的時候 其實最大的困擾是什麼 最大的困擾就是它的雜訊 非常的誇張 它的雜訊大概只要超過1600 ISO1600 只要曝光不足 雜訊就是一大堆 暗部的雜訊你永遠怎麼想都想像不到 甚至是你白天的時候你在拍的時候 暗部的雜訊也是一堆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難使用 雖然說很多人可以透過那個什麼 DAVINCI DAVINCI 它的那個軟體裡面 有除燥的功能非常的強 我自己也有用過 真的非常的強 可是呢 不好意思我用的是Premiere Premiere好像也有除燥的功能 然後它也有掛掛 或者是After Effects 它也有掛掛 可是那個是要淺 而且很貴 或者是有比較便宜的外掛 但是沒什麼用 這就是另外一個點 如果說能夠前期作業就把雜訊這個問題 處理掉的話 那後期就不用這麼麻煩 所以A7S3 它解決了這個問題 什麼叫做為什麼解決這個問題呢 其實它的S-LOG3拍攝的時候 從600 原本是 都是從800幾條 可是它從600是開始擠的 另外還有一個傳聞就是 大家所說的 原生雙ISO 什麼叫原生雙ISO 就是它 比如說它第一階段的ISO 就是640起跳 可是它第二階段的ISO 是從多少起跳呢 一萬兩千八 一萬兩千八 這種到底是什麼東西 這是什麼外型科技 那這次呢 我準備了兩顆鏡頭給 Alpha 7 S3 來給它使用 因為 預算有限嘛 所以只能把錢花在刀口上 那我主要的目的就是 旅行的時候拍攝做動態影片這樣子 第一顆鏡頭就是我現在正在用的 我現在用6500Pi 6500在用的就是 1635G 它的光線就是F4而已 為什麼選這一顆呢 為什麼不選說 1635GM鏡頭啊之類的 其實我在拍 我在用6500拍的時候 我一直都是用 18105G這一顆來拍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 鏡頭有OSS功能 OSS功能是什麼 就是防手震功能 防手震的話 就是還蠻重要的 不過呢 6500的機內防震 但防手震功能並沒有那麼強 所以就算有了防手震 還是要上一下穩定器 Alpha 7 S3 它也有機內防震 然後它還有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電子防震模式 那電子防震模式 它有一個選項是開Active Active開了之後 真的 消除了很多 其實它有點類似 像我們後製 在做的一些那個 後製防震的效果啦 不過感覺上就是還不錯 那它還有另外一套軟體 那個叫什麼 我忘掉了 那個也可以做防震 不過它就是你拍到的素材 然後 算是後製 再把它做防震的那種效果 是一樣的 你防震的使用範圍 就越多 你的拍出來的素材 就會越縮越小 那 我個人是覺得 除非啦 除非就是高速快門 譬如說 像我們平常會拍是六十分之一秒 但是呢 如果說我今天我要拍一百二十匹 我要拍六十匹 六十匹的 那基本快門就是一百二十分之一秒 或是一百二十分之一秒以上 那你 之後你的素材做縮放 才會有更好的影像畫質 才不會掉格還是怎麼樣的 那一百二十匹的話 基本上 就是兩百四十分之一秒 這樣才有辦法獲得合理的影像 那當然你要用一百二十匹 拍四顆一百二十匹 用一百二十分之一秒拍也是可以 可是如果說當你做縮放的時候 我個人就會覺得 會有一點點那麼奇怪的那種 視覺感啦 1635Z這一顆 F4這一顆鏡頭 它有OSS OSS再加上A7S3 它自己本身的防震 這就是我主要的目的 另外一顆鏡頭就是 這一顆 騰龍的28200 這一顆 大家對它的評價 我已經先把它 全部自己先手動包起來了 這一顆 大家對網路上 大家對它的評價 它是真的還蠻不錯的啦 因為其實通常它有 自己出的大三元 1728 2.8 然後 28 75 2.8 然後 70200 2.8 光圈都是2.8 其實很多全部鏡它幾乎都沒有 防手震的功能 為什麼選這一顆呢 我旅遊的時候 像我之前我用6500 我已經習慣了使用 18105G這一顆 那焦段就是 18到105之間 那APSC系統它還是 跟著乘以1.5 1.6上去 有時候拍 105端的時候會覺得 好像 不怎麼夠 所以呢 我就決定這一顆 28200 這樣我就可以 少掉買 2870到70200 這個焦段 重點就是它的 它並不是很低光圈 它的它就是2.8開始這樣子 28到 200端 我個人覺得它畫質還不錯啊 它的缺點就是 沒有防手震 所以 今天如果說我要用長焦來拍東西 如果說不上穩定器的話就是 完全 不行 除了這兩顆鏡頭之外 我還另外 準備了一個東西 就是 這東西 這東西 這東西就是 遙控手把 遙控手把就是可以 按錄影啊 拍攝啊 對焦啊 然後 有那個 C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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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 它就是它可以 它可以這樣轉 然後 它也可以這樣轉 然後另外一隻 它可以當作 小型的腳架來用 那這個 這一隻其實本來是 本來是 拿來給 ZB1用的啦 那它是透過藍牙連線 所以它也不需要 另外接一條線給相機 透過藍牙連線就可以跟相機連線了 那為什麼我選這個 給 Alpha 7 S3來用呢 因為 我今天如果說 雙手池 我一邊走到一邊錄影的話 那 其實很容易 受到震動啦 雖然說 用了這個之後 好像多少應該會有一點用 那 今天我就不用 如果說我需要架相機的時候 我就不用 另外再 把小腳架拿出來 我就是直接這個拿著 然後 我就是直接這樣子用 這樣子用 那當然 我今天我要自拍的時候 也是可以啊 譬如說像這樣 我今天我要自拍的時候 大概就是像這樣子拿著 雖然說 鏡頭加上去之後 可能會有點重 那有點重的時候 我大概就是 拿在晚部的這個部分 然後如果說 我今天我要架相機的時候 架好了大概就是像這個狀態 我就可以 直接在山桌上面拍啊 什麼之類的 那我覺得 這對 Vlog拍攝者來說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那 只是我這台相機 稍微重了一點點啦 當然它這個 它這個遙控手把 本來就是 專門為那個 ZV-1來用 不過ZV-1感覺 我覺得 真的蠻方便的 雖然說我也想買一台 感覺啦感覺啦 可是 我還是覺得 與其買小的 就是 我自己的需求就是 OK 我今天我就是要 H23 好的 OK 那 其實我還想要做 一項測試 就是 上穩定器 那我要上穩定器是什麼呢 我之前在用的穩定器都是 派利菲 一個是探險者 探險者是 比較大台的 另外一個就是旅行者 旅行者就是 Traveler 為什麼我用旅行者 旅行者 體積最小 最方便 因為 我就是要方便 可是呢 旅行者它其實它承重 並沒有那麼強 但是我後來就是 我蠻喜歡暴力測試的 所以 常常硬傷 OK 那我們 拿旅行者來看一下 這一台就是 派利菲旅行者 它其實它是 專門給 小相機用的啦 並不是拿來 給 大台的相機用的 穩定器 也不拿來給相機用的 才是 有點可惜啦 所以我就 自己稍微做了一點改裝 這個改裝就是 網路上面買的法 OK 因為為了要上 這個 那 因為全後距離有點 差異性 所以 所以 另外加裝了 這個 底板 要來上 這一台 穩定器 我們先來試試看 28200 究竟 能不能 上 派利菲的 旅行者呢 旅行者的承重 官方承重是 800克而已 現在已經 超過1300有了吧 沒關係我們秉持了 實驗的精神 我們還是試試看 為什麼 為什麼穩定器 大家都 不喜歡 做小的 小的穩定器 然後承重 可以承重多一點 這樣不是很好嗎 大台的穩定器 攜帶真的非常非常不方便 因為絕對不可能 達到完全平衡的 一定頭會一定會比較重 所以 裡面做一些基本的調平這樣子 因為後面已經完全緊繃了 後面已經完全過不去了 真的不建議大家這麼做 因為有可能會造成機械的損壞 不是有可能是一定會造成機械的損壞 那 我就先試試看吧 試試看能不能 穩定 現在是L模式 好像會有一點點 微震的感覺 但是呢 我們現在開機器 開機器來看看 好的我個人覺得 應該是完全不行啦 但是它還是 它也是上 它也是 它也是上來的 它也是上來的 現在是 PL模式 當然還是會抖 當然還是會抖 一定會抖的 不可能不抖 它的承重 它的出力好像最多到1.2公斤 就1200克而已 那可是 基本上 它就是規定是800 那為什麼要到1200呢 就是 它這之間 它要是要給 給予一個緩衝 但是它現在有一點 有一些微震 有點抖 其實我之前我已經有上過了 可是 它這個問題就是說 該怎麼說呢 它這個Pitch軸啊 Pitch軸它就是 有可能會出問題 那一出問題 一過熱 然後原廠它那邊就是說 一過熱它就啟動保護機制 一啟動保護機制 那我就必須要寄回原廠維修 那 OK 寄回原廠的 就是我要寄回台灣 嗯 這好像非常不划算 而且這台機制已經 過了保護了 所以 雖然是可以用啦 可以用啦 玩個 玩個 玩個兩秒好了 玩個幾秒就好了 玩個幾秒就好了 有沒有 有沒有 帕麗菲 的機制真的是 很強用啊 勇壯勇壯 OK 我們就 玩到這樣就好了 因為它大概也只能這樣子而已 相當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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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GGGGG 趕快關掉 GG了 不要玩了不要玩 我覺得 我覺得好像掛掉了 尷尬 今天 大概就是告我 這個一個段落 這就是我的 Alpha 7S3 目前就是這樣子 這支影片算是我第一支正式拍的 算是Vlog影片啦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呢 如果說是這樣的方式的話 那我會持續的繼續拍 然後介紹一些東西啊 我最主要最想拍的還是日本的旅遊的影片啊 比如說很多地方旅行啊 然後去拍一些現地的情況這樣子 然後讓大家看 那為了更好的畫質 所以才購入了這一台 Alpha 7S3 OK 如果說 呃 大家真的 覺得我拍的影片還不錯的話 歡迎 歡迎訂閱 按讚 然後追蹤 這 都是我一直在看人家 一直都會說的提詞吧 歡迎 訂閱 按讚 加追蹤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OK 那未來又 其他的計畫在執行這樣子 那希望大家也能夠多多支持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為止 感謝您的收看 那我們下次再會囉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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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